嗨大家好,我是Pinion 那先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啦 不知道大家跨年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好瘋一波呢 有鑑於這個頻道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下一波的更新 那我也先跟大家說聲啦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我最近換了這個新的iPhone XR 然後我也用它拍了蠻多 我覺得我自己蠻喜歡的照片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從SE 或是比較古早的iPhone升級上去的話 這一支手機我保證一定會讓你覺得就是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用相機拍照 所以這支影片呢 我將用一個攝影師的角度跟大家分析 這台手機的相機到底厲不厲害 那首先第一個我覺得非常厲害的功能 就是它新推出的智慧型HDR 那你也知道嘛就是蘋果嘛 很喜歡幫一些就是已經存在的東西 取一個很炫泡的名字然後就推出來這樣 嘴泡歸嘴泡 這一次這個HDR真的蠻厲害的喔 有些人可能會不知道HDR是什麼呢 那HDR就是它會把不同曝光值的照片 合成為最後一個已經完整曝光的結果 這樣子你就可以同時保留亮部的細節和暗部的細節 以前用SE在拍照的時候 其實只要一到晚上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這手機的相機真的是心有餘的力不足 但是換成XR的這幾天其實真的非常的有感 一般來說這種照片要嘛是招牌全部過曝 要嘛是後面的房子完全黑掉 但是XR的HDR讓這張照片的亮部和暗部都有非常多的細節 除了剛剛提到HDR XR真的是在夜拍功能上也做了非常大的進步 以我最近去錄影我拍了一張我非常喜歡的照片為例 那邊真的超級黑 但是XR可以在不讓照片照點變得很明顯的前提下 同時保留了非常多的暗部細節 還有這張同樣也是在非常嚴苛的環境下拍出來的 再來就是它的人像模式 那之前iPhone其實就有推出人像模式了 但是說真的我覺得不太實用是因為每當你要用人像模式的時候 你就必須退後很多 你才能把你要拍的東西保持在你的框框裡面 那這次人像模式之所以不同的是因為XR只有搭載著一顆鏡頭 所以它的人像模式是使用大家比較常用的那顆光角鏡頭來算出來的 雖然我自己是不太常用這個人像模式 但是幾次使用下來的結果我自己是滿滿意的 再加上現在的人像模式我們可以在後製的時候再調整不同的光圈值 這樣就不會像以前一樣長長的手機會不小心算過頭 導致人跟背景的交界處有點模糊的不太自然的那種感覺 除了拍照進度非常多那錄影當然也是不慌多讓啦 這一次新推出的iPhone跟上一次推出的一樣 最多都可以錄到4K然後60幀以及1080p240幀 這件事情非常的狂 因為像現在這台相機再錄火的這台 它都沒辦法錄到4K60幀 這一次錄影比較特別的是它可以錄製立體聲 也就是左右聲道 這樣你在錄製一些需要生力其境的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有比較好的效果 從iPhone XR聽的是這一代開始 其實iPhone的錄影變成立體聲的 所以你應該會聽到很明顯的從其中一個聲道 轉換成另外一個聲道 我覺得這還蠻酷的 那儘管我在前面幫XR做了那麼多好話 其實XR在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罵聲連連啊 尤其是那塊螢幕 最多人喜歡炮轟的螢幕只有720p 以及不是2LED螢幕 我真的必須說那完全不是問題好不好 有見於大家現在在網路上看到的 本來是圖片還是影片啊都是經過壓縮過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螢幕只有720p 這件事對我來說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至少我自己是沒有影片看一看 突然覺得說 喔這個畫質也太差了吧 這螢幕怎麼搞的啊 那種感覺 更不用說在XR之前推出的iPhone 其實也只有iPhone X的螢幕解析度 真的有比XR還要高 XR雖然是LCD 但是因為它有 TrueTone 而且它是蘋果最新的Liquid LCD 所以不管是在顏色的表現上 還有發色亮度這些我都非常的滿意 唯一的缺點就是XR沒有3D Touch 但是我看大家用3D Touch 很像一直會拿來偷看LINE的訊息 那更不用說 身為一個從SE升級上去的人 根本從來就沒有用過3D Touch 回歸到最重要的問題 真的有需要多花幾千塊去買XS嗎 還是其實大部分人根本就買XR就好了 對於大部分的使用者而言 我覺得XR基本上就是XS少了一顆鏡頭 然後沒有3D Touch這個功能 基本上應該是滿夠用的啦 而且說真的 你真的有在用另外一顆鏡頭嗎 就我自己的觀察 我是很少看到有人在用啦 所以如果你最近考慮要換手機的話 你剛好沒有iPhone另外一顆鏡頭 又覺得3D Type是一個非常極樂的功能 那我真的覺得XR會是一台非常適合你的手機 因為你花了每一分錢 基本上都是你會用到的功能 不會像XS一樣 多花那些錢去買一個鏡頭 多出來這些錢呢 我覺得不管你是去買一個AirPods 或是你手很慘 去買一個失調充電線 我都還覺得比較划算 那這支影片就像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個讚 別訂閱我的頻道 那這些雖然都是小事情 但是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勵 那我是Pet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對著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